陳偉業議員 柯國主席,那個可加可減機制由始終我都覺得是穩困的 基本上每次都變成有加無減 還有很多財技上的東西明顯是對巴士公司有利 比如土地發展 得益的就歸了獨立公司 甚至是隱形公司 另外一些宣傳廣告又由另外一些公司吸取利益 那些吸錢機器就用其他的名目分了 最後要由乘客支付高王的加費 最近幾年都是這樣 你問我應該要取消這個可加可減機制 整個票務評估的機制 基本上是對消費者、對乘客的不利 但是想提一個意見 希望民宣傳和狗巴在掠水之餘 就希望在那個票價方面都定定一個合理的安排 主要就是那個轉成的問題 就是很多的屋邨、很多的市民 是不可以點到點的 基於就是你那個規劃的問題 日後夜都很多重組路線 導致到原本市民可以點到點的都變成要轉成 很多時一轉成就變成脹水 你轉兩次就要多給兩次的錢 就算不給足百分之一百 如果你計算理數裡面來說 他都是要支付額外的費用 因為你很多時候收費就算你那個理數 但是如果你轉一兩程的話 如果你計算理數裡面來說 他是要支付特別的高額的費用 對那個乘客來說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也多次要求 就是運輸署 當年做這個城門隧道的時候 當時我們面對這個市民的指責 我們支持政府的 但是除了這個城門隧道做好之後 跟著的轉成就拖慢了 很多地區還沒有轉成 導致到市民是要被迫給兩重 甚至是三重的車費 我很希望運輸署和巴士公司 不單是九巴 其他巴士公司都是 不單是同類的 同公司的轉成 不同公司的轉成都應該同時 要安排的 這是一個政策來的 是吧 做了一下就停了 就是你沒有這個 所謂同距離的免費轉成 就給到巴士公司 透過這個路線重組 是謀取暴力 居民就任由這個宰割 最近屯門公路那個 小南交會處 這個新的交會處那裡 有部份轉成都仍然不合理的 特別是機場線的那個轉成 是要額外給多一重新的費用 這個是極不合理的 所以希望政府在這方面 盡早跟巴士公司 整體政策 和幾間巴士公司之間的轉成是怎樣呢 早點定了一個明確的政策 還回市民一個個公道 主席 主席我一請巴士公司去解釋一下 轉成他們自己的安排 我是問你政策 我當然不是叫你叫巴士公司解釋 你的政策不公平 你的政策做不到 你不要整天射播就可以了 有局長 是吧 運輸局你算熟的了 局長是不會運輸的 所以麻煩你統籌 這時候我叫你定定新的政策 新的安排 我當然不是叫巴士公司 是你的責任 你不要給巴士公司 你不要給人工 巴士公司 都沒有聽別人的問題 主席 我想兩方面 一方面當然我們會 鼓勵 極之鼓勵 各個巴士公司 不是鼓勵 是叫你定的政策 局長你聽不聽到這個問題 你當然是政策失誤 你都沒有聽別人的問題 在發夢 好了 你的時間都夠了 涂謹申議員 譴責局長和副局長在發夢 都不是開會的 主席 我只是問在那個slide那裏 那個第七 主席 主席